再來我們看到飯店當中的 危險物品 就是每天要吃的東西了 那小朋友最常噎到 吃的東西以外 還有一個東西也是算吃的 開飲機 我想說先補充一下 OK 開飲機 對 因為我們現在 大概家家戶戶都會用開飲機 開飲機 不管你是用豪華型還是普通型 它一定有熱水 有的是冰水 溫水 熱水 有的是溫水跟熱水 總之一定有熱水 可是這個熱水 就很容易被小孩燙到 因為它就隨便一開就有了 小孩子有時候玩 有時候是跳 有時候是故意 有時候是有意 可是這個地方就是 沒有加裝一個安全房 有一些那個開飲機 它是比較豪華型 它可能有裝安全房 那那個就比較好一點 可能要拉起來才能壓 那對小孩來講 它沒辦法那麼快速會弄到 可是有一些比較便宜 尤其大賣場買的 通常是沒有安全房 就要特別注意 其實它比我們浴室裡面的熱水 更容易受傷 熱水大概60度 它就沒辦法再加溫了 可是我們要飲用的水是100度 而且馬上一拉馬上都會有 對 像那個蘇芬姐講那個開飲機 我們以前做報導就說 因為那開飲機的熱水什麼顏色 紅色 小朋友喜歡什麼顏色 紅色 所以他們就有那個燙傷科的醫師 就提議說開飲機的熱水 可不可以換別的顏色 小朋友會怕 不會 他們現在喜歡骷髏 好 反正就是 因為它是紅色的 所以小朋友超愛紅色的 他還不愛綠色 那個綠色是一般溫水 它超愛紅色 一按就馬上燙傷 而且是大面積的整個燙傷 100度的燙傷 所以那個開飲機真的 要特別強調 開飲機如果可以加裝的話 就是加裝安全裝置 要不然就搬高一點 搬更高一點 不要讓小朋友容易 搬高也可能讓媽媽自己燙傷 對啊 不過外面有賣安全罰 可以換頭 不要說整個機器都換 還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坊間真的有很多是 否這一種危險的 對 裝置或者是設備 而增加了這種安全裝置 對 我們可以多利用 硬同用品店它大概都有 都有 所以不用特別去找 裡面一應俱全就對了 對 你想得到想不到 只要你願意買它都有 只要我們能夠願意花錢 新的開飲機大概你要按熱水 都沒那麼容易出來 你還有一個解鎖 對 你在醫院裡的開飲機 再按一個那個 按飲機都是這樣 要先還早半天解鎖在哪裡 對 要解鎖比較安全 這樣比較安全 OK 因為我都是前人被燙傷 慘痛的經驗 那個廠商才不斷推出 這樣的一個東西 要不然紅色 你知道太容易被小孩子去壓到 我小時候曾經被燙傷過 而且就是所謂的 紅色按鍵的開飲機 但我是聽我爸媽轉述才知道 你也是好奇寶寶嗎 我也不知道 對 我還滿好奇的 你喜歡紅色的那個 還好沒有這樣嘴巴去喝的 好可怕 還好就是 我是聽我爸媽轉述才知道 我手這邊有一個巴 圓圓的轉 這邊 這邊 好 這個地方 重點是 對 這是很神奇的地方 既然這樣子 那一定是右手去按 為什麼右手去按 手還會在下面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要拿杯子 杯子怎麼會這樣 而且你知道它是水龍頭 剛好在水龍頭一下 可能你知道它是水龍頭 你等待它的水 因為你不知道是熱的 對 可能要試試水溫 所以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 杯子也不是在這裡 所以那時候表示您父母親 第一時間有發現到 對 所以那時候 是我也 我也沒有印象 沒有什麼 反正我印象的時候 已經好了這樣子 早就已經好了 只是 不知道怎麼來的 所以我們講的那個 案例就是它 對 就是我這樣子 不是 就是那個好奇寶寶 所以剛剛我們講要提醒 這個父母要注意的 都要特別的小心高度 然後還有解除按鈕的 安全按鈕的 那噎到 回到噎到該怎麼辦 對 噎到的話 其實就是 我們第一時間 就是要注意 它是不是說 到底是怎麼噎到 或吃到什麼東西 就是說我們噎到的話 它一定會 通常我們噎到會這樣子 抱住我們的喉嚨的地方 但有的人是 最常見的就是一直咳嗽 它只是嗆到 沒有完全噎到 這時候大家都知道 我們噎到有時候 要做哈姆利克 這裡你發現 它噎到的時候 就突然 突然把它熊抱起來 它就可能會嚇到 壓它肚子 對 沒錯 壓它肚子 不過這個時候 是不需要去做哈姆利克 因為它沒有完全阻塞 它只要會咳嗽 會發出聲音 表示它沒有完全塞住 這時候你突然去熊抱 它可能就嚇到 嚇到它 哇 太棒了 你終於可以做哈姆利克 終於可以做了 本來它自己 可以咳出來 太棒了 我到底發揮所學這樣子 所以這時候就是 鼓勵它咳嗽就好了 有的人建議要拍背 有的人是不建議 所以這時候盡量 頭往前傾 一直咳 讓它咳 咳到它完全沒有聲音的時候 這表示它 有兩種可能它就咳出來了 咳出來之後就是 你再觀察看 是不是說真的需要到醫院 另外一方面就是 真的整個塞住了 完全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臉又臟紅了 這時候就要趕快做CPR的動作 不好意思 做哈姆利克的動作 但是這時候你要去跟它講 不然會莫名其妙 它又嚇到 又被熊抱了這樣子 所以一定要跟它講 我有學過哈姆利克 然後我要幫你急救 然後那個人說 什麼是哈姆利克 我也想不到 對 不用跟它講就是 或是說我會幫你急救 我現在要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對 你已經沒辦法呼吸 它一定會點頭 它不點頭不行 這個時候一定要講嗎 還是要趕快做就好 一定要跟它解釋 不然它會嚇到 或是說 怎麼突然被抱有的人 還會反抗 或是小朋友它會嚇到 所以要讓它冷靜下來 一定要跟它解釋 而且如果是比較大的小朋友 或大人 一定要問他 你是不是哽到了 對 這一句話一定要問 你是不是哽到了 對 你哽到了嗎 如果它可以一直咳 它只要可以咳嗽 就不要理它 你就在旁邊觀察它就好 然後或是你可以鼓勵它 就說你這樣咳很好 繼續用力咳 對 這樣可以 那咳的用意是什麼 把東西咳 你要想想看 我們氣管的頭 就是我們現在講話的聲彈 只要它有能力發出聲音 就代表這個氣管是通的 可能只是部分有一些口水 或是一些菜喳 因為它掉到旁邊 所以刺激它 所以它會咳 所以代表它的呼吸道 沒有完全阻塞 那剛剛講的發不出聲音 就代表這個呼吸道 完全毒死 完全毒死 你就必須做哈姆尼克 我們所謂哈姆尼克 勵姿的復出法 或是等一下可以示範一下 那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好 我們請那個護理師跟那個 徐醫師 好不好 我們到這邊來好了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集 有交過觀眾朋友 但是今天還是在來跟觀眾朋友 我們上次教嬰兒的 上次教嬰兒的 沒有 還有大人的也有 嬰兒跟大人的都有 先做充分 就是我一直咳 一直咳 然後你可以問我 你趕到了嗎 他們還在喬劇 我還在討論 好專業喔 然後我咳的話 你就鼓勵我 然後我就 OK 好 來 在這個地方 好 來 接下來我就邊講 好 Action 我先吃東西 講中吃飯 通常都是這樣子的一個場景 我們最怕在這種元宵節了 後來 後退一定點好了 好 元宵節的湯圓 我們最怕在元宵節晚上值班 對 因為全部都要處理湯圓的東西 譬如說我是一個七十歲的阿伯 又有糖尿病 我就撈著那個芝麻湯圓 想著我的血糖 然後就 可是也不知道 吃不下咽 對 也不知道明年 又很想吃 明年還吃不吃得到這個湯圓 還需時 你是醫學院又兼表演戲嗎 對 所以就看著這個湯圓 就在那邊考慮半天 然後想不行 還是要吃一下 吃下去之後呢 牙口又不好 嚼了半天 嚼不爛 嚼不爛 怎麼辦 老人家又有一個特色就是 捨不得這個東西吐出來 節省啦 對 是 吃吃吃 就 一口把它吞下就 跌到了 阿伯 阿伯 你怎麼了 我是什麼事 好 好 你盡量咳嗽 阿伯 你咳得很好 繼續 這個時候叫做 過一陣子之後呢 我要示範一下 伯伯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我要示範出誤得多 你怎麼了 你說啊 伯伯 你說啊 你不能這樣 你說 就已經堵桌收不出來了 對不對 好 這個 噎到也咳不出來的時候 正確的好不好 正確的 最重要的就是 好 最重要的就是 你說 你是不是梗到了 要用封閉式的問句 伯伯 你是嫁到那裡 他就點頭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趕快繞到他後面 伯伯 我要幫你急救 好 你放輕鬆 側面 在下一集節目中 我們將會繼續 與您分享精采有趣的 正確急救法 千萬不要錯過 更新的